大家好,我是老默 今天咱们做的是外脆里糯 非常好吃的海苔饼 方法其实很简单 详细跟大家介绍一下 先看一下材料 这里是中筋面粉 准备150克 上3克食用油 最好用熟油 然后把油搅拌匀 再准备40度左右的温水 80克 和面的时候一定要分次把水加进去 把面全部搅成絮状 让每一块水分都比较匀 这样你和面就很容易做到 盆光、守光 这个面团和好之后 是有一点点偏软 这个软硬状态非常合适 大家可以看一下 怎么和好之后 整个的状态比较光 不会粘手 像这样咱们饧面半小时 然后调油酥 这里是50克低筋面粉 25克熟玉米油 油酥调出来之后 稍微偏软一点比较好 拿不准这个硬度的朋友 咱们在搅拌的时候 如果感觉它特别干 这时候可以稍微加点油 调好的油酥状态呢 就像这样比较软 然后准备馅儿 这个馅儿呢是用海苔 这个海苔需要提前浸泡10分钟 然后放到蒸锅里面蒸熟 再加上熟的粘米粉 海苔是50克 粘米粉是40克 然后加上盐 还有一点点鸡精 这个鸡精呢千万不要太多 只要突出咸味就好 然后再加上白芝麻 把这些材料先搅拌均匀 然后再加上10克油 这个是咸馅儿 如果咱们要做甜的 就加上白糖就OK了 馅儿调好之后 能够成为一团 而且咱们搓的时候 很容易搓圆就OK 像这样就完成了 这时候咱们面团已经饧好了 饧了半个小时 出来之后 案板上撒上干粉 咱们不需要揉面 直接就可以来擀 因为咱们今天用的是 小包酥的方式 所以不要擀圆 咱们给它擀成长方形的块 这个面擀好之后 保证厚度是一致就OK 然后从一头卷起来 就像咱们平常搓剂子是一样的 给它搓成这样的长条 大小合适就OK 稍微搓匀 然后直接下剂子 这个剂子呢大概在20克左右 下一步就简单了 咱们直接放在案板上 像这样给它压平就OK 然后把油酥搓成条 切这个油酥呢 尽量大小保持一样 不要偏差太多 接着取一个剂子 在手上稍微给它捏平一点 厚度差不多就OK 然后直接把油酥放进去 包盐室 包油酥的时候 大家注意一下 咱们包好之后呢 一定不能让它偏 下面不能有裂口 这个地方呢 一定要封死 像这样就OK了 包好油酥之后 单独取一个 像这样给它压一下 用擀面杖擀成面皮 擀面皮的时候 不要特别薄 差不多擀成咱们画面中这样 就OK了 全部擀好之后 把馅搓一下 再用刀切出大小相同的剂子 然后搓圆 下一步操作 咱们需要把擀好的面皮 像这样给它对折 然后再这样横着对折 压成一个三角形 这样收的面就会比较小 很容易弄圆 把这三个角往中间一挤 反过来压平 就OK 这样呢 咱们擀皮也比较方便 也很容易擀到一面光 下一步就是擀面皮 擀面皮的时候 注意不要太薄 擀好之后 不要跑酥 就是OK的 擀好之后就像这样 然后咱们反过来 让这一面朝里 包上馅儿 就OK了 包馅儿跟包油酥是一样的 下面不能出现漏 不能有太大的裂痕在下面 不然咱们在烤的时候 它下面很容易开裂 那个效果就不好 所以在收口这个位置 一定要捏死捏牢 多余的部分去掉 就OK了 其实这一步操作 咱们很多面食都能用得到 大家只需要注意到 咱们怎样把这个口收好 就是OK的 捏牢之后 反过来轻轻地按一下 让下面保持平面 这样一个生坯 咱们就做好了 全部做好之后 咱们从中间划一刀 划这个刀的时候呢 一定要能清晰地看到馅儿 这样咱们做完之后 它整体的效果就会比较好看 千万不要过深 最后刷上蛋黄液 刷的时候尽量不要往刀口上刷 刷两边就OK 这样整个的过程 咱们就做好了 其实也不难 很容易 接着预热烤箱 上火170 下火190 10分钟 放进去之后 还是用同样的温度 烤制时间是20分钟 另外要提醒大家 咱们第一次做的时候 烤好之后 尽量不要让它太老 熟了就OK 这样咱们下次再吃的时候 热一下 也容易 也不会过老 稍微晾一下之后 咱们可以轻轻地捏一下 外皮非常脆 里面呢 就是比较糯的馅儿 咸香适口 咱们自己做 就记好咱们前面说到的 和面软一点 油酥 不要太硬 好的时间不要过长 这样就OK 好了 咱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呢 也别忘了帮我点个关注 咱们下期视频 再见